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卫做出贡献的人士提供机会 就是那个志愿军团是给那些不愿意不兵役 却有意为国家防卫做出贡献的人士提供机会 其实不只是志愿军团 警察部队也有志愿军 志愿警察 志愿警察 Special Constable 他们也是好像志愿警察 志愿警察跟志愿警察好像正规警察 跟国民服务警察都一起共事 他们也帮忙 他们也做了很多 我记得当天我在告诉公路失落部队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 就是Special Constable来join我们 当然他不可以驾警车 但是他常常成为助手 填写表格什么 他填写那些作案 记录各方面做得很好 我曾经问过他嘛 我说为什么你 我们的工作很危险的呢 驾快车 他说我喜欢 我们工作很危险的呢 拿起来我喜欢 我们工作很危险的 我们可能会遇到强盗了 遇到鬼途了 我喜欢 就是喜欢 我说你还喜欢什么 他说最少每个小时不同几块钱 那时候我们都笑 他每个小时的收入 比McDonald少 比快餐店的那个 对不起啊 我提到McDonald 可能不是McDonald 比做快餐的每小时的工资还少 但是他一句话他喜欢的 我们说这些人是很想做警察 没有办法参加正规 对对对 他没有办法成为正规警察 所以他就成为志愿警察 所以他过关了 志愿警察的那个可能条件 路武的条件没有这么严格 他就过关 然后他做很久 我觉得我那三年在那边 他好像都在 所以我说这些志愿军团 谢谢他们了 但是我又要问了 另一些是 我们有很多 很多一拿到公民权 就不需要当兵 等到他儿子 移民成为正式成为新加坡人 不可以当兵 不必当兵 不必服兵于 他的孩子才要服兵于 这不通 还是应该要履行国民服务 履行国民服务 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训练当然 那三个月的训练当然要 接下来你可以派他去那些 不属于作战 或者行动部队的 做文工 对不对 总是要 他移民进来就不用 那如果你说他移民进来不用 张大哥每次就是讲这句话 那他怎么可能有投票权呢 投票权就厉害 他就会 他就懂我们的法律 知道我们的国会的 我们的选举的那种游戏 他懂 规则他懂 集选区他懂 反对党的历史他懂 资政党的历史他都懂 他什么都懂 对吗 他不懂 他只知道说 哎呦我能够成为新加坡人 我要感谢这个政府 是不是因为他的选票 通常是会支持政府呢 这是绑间说 移民进来建立家庭 感谢政府一定是投资政党 这边就是在游戏规矩里面 有一种 当然没有办法去 因为投票是毕命 但是我是觉得 不管他 基本上投票不应该 如果 就是 如果他不需要当兵 他的孩子需要当兵 他的投票权不应该是立刻生效 最少要等到一届啊 这一届没得投啊 下一届才投啊 这样才公道 才让人民觉得 这个移民进来 他还是要熟悉新加坡的 的那个政府 政治 政府归政府嘛 政党归政党 可能 在野党也有提出很好的政见啊 只是因为他们不当权嘛 没有政权在嘛 所以我 我从这个 这个志愿军 不要误会啊 我很同意 很开心 很感恩 这个移民 这个永久居民 愿意做志愿军 那我在这里就呼吁 政府 不可以让一个人一有公民权就立刻给投票 我如果有改啊 就封掉我的嘴巴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资政者 明察秋毫 这句诚意对哦 对啊对啊 秉公处理 不能够说今天拿到新加坡红色登记 明天投票日 就可以去投票 而且不是说几个月后就可以投票 应该是 应该是要这一届不可以投啊 下一届 很公道啊 不然规定几年内不可以投票啊 每个人都一样啊 你拿到新加坡公民权的三年内你不能够参与 你不能够参与这些竞选 你没有投票权 你没有投票权 你可以参加 当然你可以参加群众大会 认识各政党 没有问题 应该是要鼓励他 但是你没有投票权 新加坡的足球为什么会 会没有办法发展起来 球员的 被看到新加坡的足球队啊 我个人认为了 那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本地教练 两个教练都不错的 他们除非你认为他们有问题啊 我认为他们都不错的 结果 我们还有一个 培养一对本地的年轻的那时候 亚西安倍还拿到冠军过 好好的球队去请个外国教练进来 算了 你现在我看到里面的那些 怎样培养小学啦 怎样所有的小学啦 所有的中学啦 怎样做体育啦 足球体育啦 然后怎样引进外国的技术啦 什么 没有用的 我跟你讲 我真的不是看不起这些技术了 足球是 如果你要新加坡人喜欢看足球 并不是因为你这个足球队能够赢 一直赢 当然赢很重要 重要是你要跟球员们建议一种关系啦 小时候张大哥小学三年级看足球哦 那些足球明星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 华金松啊 华金松啊 阿 阿瑞奔阿守门将 林秋奔阿守门将 多拉加辛喽 后来那个Fenty阿玛加上 华金松啊 阿瑞奔阿 还有一个什么 每一场球赛哦 赢也开心 不赢难过 但是还是支持球队 这样才是厉害 从前呢 赢当然开心 输 很难过 但是还是支持球队 当然 输了所以在场会让他骂 然后看足球的那种哦 大家那种云居力哦 在Stadium那种 那种 Galang 那种家人 什么 哄啊 哄叫 还有那些 Galang Wave 那些 我从前都是 我就是在里面的 小学三年级 我自己一个人 就是去看足球 那时候足球 入门票 那个暴动 我就在里面 还好一个 证报警员就把我抓起来 放在 让我进去里面 省了五毛钱的入门票 不是门票 我们那时候放钱的 五毛钱就可以进场 我告诉你 我看到现在没有足球 什么 我不知道啦 这些我不会啦 他们组织啦 什么什么 弄到最后啊 你现在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慢慢这样看一下 我看一遍啊 我没有 我没有 我觉得啊 也是 雷声大 雨点小 对吗 可以 什么 只见 什么 只见楼梯响 不见人下 真的 到最后就是这样的 昙花一现的那种 那种宣传 什么 像西甲 至德甲 等海外 足球机构 及学院寻求合作 寻求什么合作 你承认他们啦 我不是说 不重要 你懂 足球是一个 人 那个 team之间的那种 团队精神 外国人懂 你跟他们的足球 对啊 基本上 我们的马来同胞 比较多 但是新加坡人觉得 马来同胞 比较会替足球 是可以接受的 一两个 华族的 我们都很开心 还有印度的 那种 你不了解 他们之间那种合作 你一个外国人进来 我不懂 什么 运用科技数据 提升球员 训练 现在不是训练的问题 是你们整个组织的问题 组织的问题 不懂啊 我觉得这个足球 我一定是give out了 有生之年大概也 你要我再看到一次能够 连 现在您 我们的足球 跌到好像跟文莱是同样的 还比不起 跟文莱是同等级的 不知道 我看 现在才来讲这些 还有了 我觉得了 不懂 我不讲 下一句还是不敢讲 不要讲 总之足球不是 足球 不是那些组织啊 那些商家 那些领导层来决定 这个球队 是你要找一个 对的教练 跟一群对的球员 皮子之间建立的 那种感情 胜也好 败也好 他们是 一起 喜乐 喜怒哀乐 都生活在一起 这样的球队 才是让人 才能够跟 老百姓 观众啊 群众能够 引起共鸣 哇 我每次看那个 郎平啊 女排啊 中国的女排 郎平 你看他成为球员 成为教练 你看他那种 就是那个情啊 那个情很重要 不是钱啊 不是规矩啊 不是计划 不是策划 是情 赢 观众有支持 输 观众有支持 你看 这样的球队 过去有过 现在有吗 真的求求他们啊 这些领导 希望这个新闻 本正 不是张大哥 所想的那样 糟糕 是真正的 wake up 醒觉 能够真的 让我们 我不要说 赢到什么世界杯 拜托 把那个饼 花了这么大 又没有那个口来吃 不要啦 能够赢一个 什么杯 什么杯啊 亚西安啊 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啦 不要骗人 骗自己啦 真的啦 能够在世界杯里面 一两场 跟强女打 打到合啊 我们新加坡人 就很开心了 你不要 夸那种 每次夸口啦 然后这个照片 放几个女孩子 在那边踢足球 我们几时 好好的发展过 女子足球 从来都没有嘛 我希望啦 我希望我有神之年 还看得到啦 五年内 有没有可能 啊 哼 FAS 我对你是失望 张大哥 从三年 小学三年级都看足球 看到我最后 是不要看的 就是一句话 我希望你们 把专注点 放在情啊 感情的情 relationship啊 好不好 这个才是 球队要的 friendship 大家之间的ship 所有的ship 教练跟 教练跟 球员 教练跟 这个 助总 大家不要在那边 哎呀 我看 心照不宣 很多事的 好好的真的是 我们有 我们的马来同胞 真的很 很容易踢足球 真的要给他们 好好的鼓励他们 求求你们 培养 本地的教练 培养本地的 助球员 你知道那时候 助球赛啊 有一个女孩子 我一直注意她 她就是那个 球队的那个 救护人员 对一啊 对一 球队的对一 跟女生长头发 哇 每次啊 球员受伤 你看她跑啊 哇 然后 有报章 访问过她 我已经忘记了 她的故事 但是 我永远忘不了 就是 她跟球员之间的那种 我要的就是那个 要的就是那个 连那个球队的 对一都跟那些 球员们之间的 那种感情啊 哇 新加坡 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 我发现 你看外国 不要讲助球队啊 你在一个 一个歌星啊 演唱会啊 他的 伴奏啊 他的乐团啊 他的 伴舞团啊 他的监制啊 音乐设计啊 舞台设计啊 他们好像一个 家庭啊 一个 那种团队精神 please啊 这个是最基本 这个做不到 其他的不要讲 不要讲什么 你花多少钱 所以你请外国教练 其实是要很小心 就是这样 请到好多的教练 你就带你上天堂 请到教练 然后乱七八糟的 就送你下地 然后你还把钱 送给他 新加坡是不是 曾经过这样 自己想一想啦 回顾新加坡的 足球历史 很多网友跟张大哥 都当年都是去 stadium看足球的 然后你那个stadium 更加不要讲 设计到这个样子 其中有一部分 是永远 盖不了的 下雨 雨水还是会进来的 我们的所谓的 室内体育馆 设计到这个样子 好看啊 榴莲啊 出名啊 华鹅 不是的 虚的 有一个虚的一部分 要那个 飞机飞也看不到的 我们 我其实以为说 整个会打开来的 哇 要打开来 看到天空 就是有天空 不要打开来的时候 下雨的时候 就把整个 stadium盖住 那个才是体异常 现在你看我们 国庆日也不能够 飞机也不能够飞 飞了看不到啊 烟花也看不到啊 是不是 然后下雨的时候 那演唱会的时候 那些人很聪明啊 那一个部分的座位 都不敢卖 票哪里敢卖 那笑容啊 对不起啊 我不懂那时候 谁批准这样的设计 清楚那时候的草 也是啊 那个 那个 足球的草商的草 那个不要提 那种还是小事 上面那个 能不能改一改 我不懂啊 那个 应该是不能够改 能够改的话 真的是打开来 要看到整个天空 下雨的时候 整个盖起来 那才是 有水准的嘛 不然你本来 这是看到天空的 你看有些 有些 足球场很漂亮的 观众永远不会被雨淋到的 只是中间那一块 中间那一块 不懂啊 这种东西 你问我 不是说 我虽然不是专业 你问我 如果你问我 我是绝对没有想到 我们的室内体育场 是这样的情形 大家知道啊 有一个洞是空的 永远 永远关不了的 你知道吗 真的啊 没有骗你呢 有一部分的座位 是永远 要面对阳光的 也意思说要面对 下大雨 打雷 打雷的时候 雷都可以屁啊 屁下来咯 不知道会被电死 被雷屁死 我不知道 我只是这样 为了节目效果 我真的啊 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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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队 都想到体育场 我们很多东西做 就是 你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 不要好好问人 我不明白 那些出计谋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有些东西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 到这里 看到 JACOES 屹下路 因为 更喔 第四周 启 启 启 谢谢大家